因為我本來就是喜歡寫的東西 給我對我喜歡藝術 因為我們是藝術東區吧 可以跟很多的藝術家去討論 可以看每個人的想法是怎麼樣 在整體上我希望它是有點意想不到 然後覺得原來可以這樣子喔 燈本身它就是提供我們照明 我们人是借由文字而得到引导的 就很像是启蒙嘛 就是enlighten 觉得说艺术应该是清静生活的 艺术灯区直到受邀的21件作品 都是来自各界甚至是海外的艺术家来创作的 它会让你的想法回到一个很纯粹 然后天马行动的画面又很丰富 艺术我一直强强调 如何到民间 这也是我一路在创作的分享的概念 作品不同路线的作品 都可以让来看的群众 从里面发现自己想要欣赏的美学 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因为其实除了平常要把这样子的科技互动放进去之外 能够把它表现出来 那这对我们来说团队会是一个挑战 希望它可以呈现出来的是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灯会 它是可能有一些雅热带的气息 但是是带有科技感的 去呈现出这样的一个风味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有趣 它是很棒的 它是代表的 就是非常医生的 而且工作了 与其中一个艺术的图片 可以成为一个社区的社区 可以成为一个社区的 与其中一个思论 这个地区的地区 當然,我跟 Tim的工作人員是很好的工具 他有一個很好的意義 去參與居民的藝術工具 歡迎各位觀眾來參加 2019屏東燈會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作品 歡迎大家來到臺灣燈會藝術燈區 謝謝大家 我們在三月中來看見我們